我是河北日报全媒体记者扩国营 我所在的位置是卓州市雕窝镇靖雅中学 这是雕窝镇五个安置点之一 下面请雕窝镇党建办主任孟南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你好 现在是我们的同村正在向转移安置点靖雅中学发放救援物资 同村是从昨天早上五点接到通知后立即转移 目前在靖雅中学已经转移安置了大概285人左右 现在我们的靖雅中学一共安置全镇人员大概在700人左右 一楼不住 二楼安置的是老弱病残 然后三楼以上都是青年人 比较年轻的人 这里有同村安置点 北辞村安置点 大柳小柳 北辞村 雕一村 你好 你们是哪个村的村民 小柳小柳村是吧 对对对 你们是什么时候转移过来的 昨天中午 村里提前什么时候给你们发的通知啊 昨天就通知 昨天通知 昨天上午就通知 村里已经现在都转移了 没有人了是吧 我们起来 cha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